弟兄姐妹平安 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题目是 在雅各书里面的第五章七到十一节 题目是患难中的人耐 患难中的人耐 我们一起来朗读神的话语 雅各书第五章七到十一节 弟兄们你们要忍耐直到主来 看了农夫忍耐等候地理宝贵的出城 直到得了秋雨春雨 你们也当忍耐兼顾你们的心 因为主来的日子静了 弟兄们你们不要彼此埋怨 免得受审判 看了审判的主站在门前了 弟兄们你们要把那先前奉主明说话的 众先知当作能受苦人忍耐的榜样 那先前忍耐的人 我们称他们是有福的 你们听见过约伯的忍耐 也知道主给他的结局 明显主是满心怜悯 大有慈悲 我们读经就到这里 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慈悲的上帝 在这个疫情到了另外一个阶段的时候 你让我们真的是经历过忍耐的功课 今天我们在这里让读你的话语 也求助你将上头的智慧赐给我们 让我们在这个疫情之后 不至于白白受苦 要能够明白 你要我们所学习的功课 祷告不配 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 今天的信息分成四段 第一段是在盼望中忍耐 雅各要我们学习农夫等候主来 第二段是我把忍耐分成三类 第一类是忍受怒气 第二类是忍受侮辱 第三类是忍受痛苦 忍怒忍辱忍苦 我们学习的对象是众先知跟约伯 第三段是讲到忍耐的重要性 大家注意到我第一段是讲七到八节 第二段是讲到十到十一节 那么我把第九节放在第三段 因为第三段忍耐的重要性 对第一段跟第二段都适用 忍耐的重要 为什么忍耐是重要的 接下来最后我们在谈 我们知道忍耐很重要 那么我们怎么去增强我们的忍耐 我们要思想主的恩典 我们也要依靠圣灵 首先我们谈在盼望中忍耐 学习农夫等候主来 在新一本里面 七节的前面 有一个所以 那么为什么会有个所以呢 当然是前面有个因为了 就是在一到六节里面 雅各就在控诉当时一些为父不仁的人 他们亏待他们的功能 把无辜的义人 就是那些穷人呢 告上了法庭给他们定罪 雅各的信徒当中 有很多也是属于穷人的 他们遭遇到这么大的困难 雅各就劝勉他们说要忍耐 雅各在这边讲的忍耐 跟我们中国人讲的一般人说的 忍至心上一把刀是不一样的 我们中国人的忍耐 是好像是要讲究一个人的一个个性上面 怎么样忍忍忍 但是雅各讲的不一样 他的忍耐里面 有一些特殊的一个味道在里面 什么味道呢 他是有盼望的 他的盼望是什么 就好像农夫在忍耐一样 我们的盼望是主会再来 将来有一天主要再来 那么农夫的盼望是什么呢 是他的出产 将来他的出产 他农地里面的产出 是他的盼望 那么他什么时候能够看到结果呢 就是在秋雨春雨 他会看到的结果 看到他宝贵的出产 那么这个所以 就是讲到第一节到第六节了 那么这个秋雨是什么 秋雨就是原因是下了雨之后 秋天下了雨后 他容易耕种 那么春雨呢 是在春天下的雨 他就容易比较容易有收成 巴勒斯坦这个地方 跟我们家座的气候很接近 春天秋天下雨 夏天冬天不太下雨 但是要能够农地里面出产 要有好的收成 主要是在秋雨跟春雨 那么农夫等候 学习农夫的等候 等候因为秋雨跟春雨 不是人可以做决定的 古时候是如此 今天也是如此 那么他就慢慢地等待 主什么时候会再来 我们不知道 但是我们也要忍耐 像农夫在等待一样 主一定会再来 当我们在这世上 遭受很多不公不义的事情的时候 弟兄姐妹们 你们要忍耐 这是雅客说的 有个弟兄 他现在人在家中 但是他以前 在大陆的深圳上班 他说他在那边上班的 工作的环境很不好 他在一个工厂里面 做工程师 但是每天忙得天昏地暗 又忙又累 好像看不到前面的光景 所以他几乎是撑不下去了 直到有一天 他的老板 香港的老板 告诉他说 你将来很有可能 有机会 可以配派去香港 这样你好好的做 他听到这个消息之后 他的情况是没有变的 但是心里面 完全不一样 外在的情况没有变 但是他的心境 做了很大的改变 也就是说 情境不变 心境改变 因为他有个盼望 所以他做一样的事情 一样的辛苦 但是就不会像过去那样子 非常难过 几乎撑不下去 弟兄姐妹们 我们的盼望 就是主再来 第八节说 你们也当忍耐 坚固你们的心 因为主来的日子静了 这个忍耐 在第七节 跟第八节这边讲的人耐 这指的是 什么 这是对人的人耐 Patience 英文叫Patience 跟哥林多前书十三章 第四节讲的 爱是很久忍耐 是同样的一个字 也就是说 long suffering 就很长期的一个忍耐 受苦 所以雅各在这边讲 你们也当忍耐 就是对这些穷人来说的 当这些不为父不仁的人 在欺负他们的时候 对这些人 我们要忍耐 而且他不是短期的 是长期的 这个跟约伯 后面我们讲约伯的忍耐 不一样 约伯的忍耐是对事 是对环境的 那么他说 雅各说 第八节 你们也当忍耐 来兼顾你们的心 这个告诉我们说什么呢 我们今天要忍耐 不单单是环境的因素 通常也不是环境的因素 而是我们内心 我们刚刚讲的心境 在这个忍耐的背后 的信心跟爱心 对我们的忍耐 是有很大的关系的 我们今天的背后的信心 就是主来的日子静儿 所以这告诉我们说什么 我们今天在谈到 忍耐的问题的时候 我们不要去外面 求一些世俗的方法 比如说世俗会告诉你 在开会的时候 你不能忍耐 或者夫妻在讲话的时候 讲不对头了 或者你在教孩子 教的父子 关系很紧张的时候 有人说哦 你就在讲话之前 数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 在内心数 然后再讲话 那你讲出来的话 比较不会太冲 或者你用深呼吸 来调节自己的呼吸 来控制情绪 这个在短时间内 会有效 对我们长期的灵性来讲 是没有效果的 那么他说 雅各提出来说 主来的日子静儿 当然我们不知道 哪一天会主来 但是各种迹象看起来 主来的日子静儿 主来的日子静儿代表什么呢 代表我们的苦难会终结 我们的公义 最后会得到伸张 这是我们在 在这个不公不义的 这个社会里面 不公不义的环境里面 在碰到对你很不公平的 老板的工作环境里面 你知道这一切 终有一天会过去的 就好像我刚刚讲的 这位弟兄 最后他被调到香港 最后来到美国 我们对我们所遭遇的 这些人世上的忍耐 也要抱着同样的心情 第二个 我们再讲到忍耐 要效法众先知跟约伯 我说忍耐分成三类 忍辱 忍辱 忍苦 第十节就说 弟兄们 你们要把那先前奉主 明说话的众先知 当作能受苦 能忍耐的榜样 保罗 雅各在这边 并没有说哪些先知 他没有把这细节告诉我们 但是我们可以举出来 圣经里面的一些例子 我们首先讲到忍怒 摩西是一个很好的榜样 我相信大家都知道摩西的故事 摩西他在出埃及之后 在旷野里面 很多人挑战他的领导 甚至包括他的哥哥 他的姐姐 他最亲近的人都挑战他的领导 他的这些以色列民 抱怨没有吃的 还在抱怨他说 为什么摩西把他们带到旷野来受死 说还不如回埃及吧 他们这些人讲这样的话 神都听不下去 神说他们不是在抱怨摩西 他们是在抱怨神 所以神要灭以色列人 而摩西还为他们讲话 忍怒 这是摩西是一个很好的榜样 那么第二个我们可以谈的是忍怒 忍耐侮辱 我觉得有一个人叫做约瑟 他是一个很好的榜样 约瑟花了22年的时间 建立他在信心上的忍耐 他在17岁的时候 他的父亲宠爱他 以至于他的兄长嫉妒他 想要杀他 最后被迈到埃及去做奴隶 那么在埃及的时候 他的长官波提法的妻子看上他了 但是他就拒绝 他要跑掉 然后他的妻子就诬告他 结果他被下到监狱里面去了 在监狱里面 他也碰到有两位政府的官员 他为他们解梦 其中有一位是九镇 约瑟为他解梦的时候 就告诉他说 其实你将来要纪念我 什么意思呢 到法老面前为他说好话 结果九镇被放出来之后 没有去纪念约瑟 一直到后来 法老做梦 没有人能够解释那个梦 这个九镇才想起来 那么约瑟就重新被放出来 受到法老的重用 一直到他最后 一直到最后他们约瑟在埃及做宰相 解决了埃及以及中东那一带的旱灾的问题 连他的他的本家的哥哥们来见他最后才知道他原来就是神 拆他先到埃及 来为将来的这些旱灾呢 来预先做准备 这是一个很好的忍受侮辱的一个榜样 第三个我们讲说人苦 人受苦难 这在十一节 那先前忍耐的人 我们称他们是有福的 这个忍耐就是对人的忍耐 但是接下来说 你们听见过约伯的忍耐 约伯的忍耐 是不一样的 他是对事情对环境的忍耐 英文把它翻译成毅力 我们也知道主给他的结局 明显主是满心怜悯 大有慈悲 这个是环境的难处 跟人没有关系的 约伯是一个很好的榜样 他给我们带来一个有毅力 出这样的环境的毅力的一个榜样 我们知道约伯的故事 我很快地说一下 约伯在一天之内 失去所有的牲畜 仆人儿女房屋 因为撒旦在神面前来控诉约伯 认为约伯今天能够是一个称义的人 是因为他得了神的好处 只要把神给他好处拿掉 他就不是一个义人 约伯平白无辜的 受到这么大的苦难 他质疑神 提出了很多问题 神没有给他答案 最后约伯学会了忍耐 为什么呢 在38节 38章第四节 神对约伯说 我立大地根基的时候 你在哪里呢 意思是什么 意思是 神是说 我是创造天地万物的神 那么你在哪里呢 你怎么有资格来挑战我呢 那么约伯到42章第五节 他终于明白了 他说 我从前封闻有你 现在亲眼看见你 也好 就是约伯从苦境中转回 并且呢 使他过去失去了 能够得到加倍 在42章第十节 这个约伯的忍耐 另外的一个意思呢 就是坚守岗位的意思 什么叫做坚守岗位呢 今天大家所看到这个图片 我采用的是 抗日战争战斗时候 八百壮士 十手饰航仓库 的一个伟大的故事 在战场上 十手据点 为什么要十手据点 他在这个时候 有一个信念 无论敌人怎么攻击 绝不撤退 寸途不让 因为他知道 一旦失去据点 后面的城镇 也会被敌人攻下 部队也会被揭灭掉 这个叫做坚守岗位 那怎么应用在我们身上呢 那就是说 我们 在当我们生命出错的时候 当我们的情况很糟的时候 我们要坚守人类 按照基督徒的方式 继续活下去 做神的儿女 依靠圣灵 绝不撤退 我就想到有一个弟兄 他在疫情当中 失去了工作 在疫情当中 已经是很难的 但是他失去工作 而且呢 他失去工作 很久很久 找不到工作 寄出去的履历表 都没有人回 他是不是 就这样子 感觉到 自己是 没有希望的呢 是不是就此 撤退的呢 不 他绝不撤退 他继续按照基督徒的方式 活下去 他来教会聚会 他当然是线上了 还有线上的小组聚会 还有查经 他都参加 每天祷告 终于神赏赐给他一个工作 这个就是在我们难处里面 应该要有的态度 像约伯一样 要坚守纲位 第三点要跟大家讲的是 我们刚刚说 忍耐是很重要的 为什么呢 因为在第九节说 你们不要彼此埋怨 免得受审判 看了 审判的主站在门前了 因为会受审判 所以你要忍耐 你如果不忍耐 就会被审判 那么所以这边的埋怨 其实不是一般的埋怨 是讲了很比较严重的 开始说攻击性的话语 而且到一个地步 准备要放弃彼此的关系 所以彼此关系是很差的 他说如果这样子的话 你就会受到审判 雅各在这边讲的 不是得奖赏的审判 而是 是得奖赏的审判 而不是下地狱永死的审判 所以我们就会有一个问题 雅各这么说 但我们不经心中有一个疑问 缺乏耐心有那么严重吗 我们知道一个人的耐心 不够的时候容易发脾气 品性不好 灵性不好等等 这个我们理解 但是他说要受审判 有那么严重吗 有的 我来跟大家分析 在第八题他说 你们也当忍耐 兼顾你们的心 就是信心与爱心 这个是跟信心跟爱心 是有关系的 不单单是指着你脾气的问题 为什么呢 当我们碰到一件困难的事情的时候 弟兄姐妹们 你会怎么去回应他 你会怎么去对付他 通常是只有两种方式 第一种方式就是信靠神 第二个方式就是信靠自己 一个信靠神的人 在难处里面的时候 他不管环境有多糟糕 他相信神是全知全人的 他相信神是尽善尽美的 他相信神的选择 而不是人的选择 因为他知道 按照自己的选择 是不会有好结果 虽然神的选择 不见得是自己最喜欢的选择 但是我相信他 相信神的道路 高过我们的道路 这是一个信靠神的人 能够建立起来的一个忍耐 他是走在神的旨意当中 他有安息 另外一种人 在碰到困难的时候 他会信靠自己 那么信靠神的人 还有谦卑下来 他才能够信靠神 那么信靠自己的人 就是不谦卑了 那么他的态度是什么呢 弟兄姐妹们 我们基督徒 很少有人会公开讲 我信我自己 我不信神 当然不会这样子 要不然你怎么是基督徒呢 也不会 甚至也不会在内心里面说 我要信靠我自己 那你会说神牧师 既然是这样 我还有什么问题呢 问题在哪里呢 问题在会说 这不公平 我们常常听到 有的人在说 这些事情不公平 弟兄姐妹们 我不是说这些人一定有问题 但是要警惕 要警惕 当你在说这不公平的时候 常常表示什么呢 表示你信不过神 你常常会说 为什么别人的孩子这么好 我的孩子就这么难呢 教导他这么难呢 甚至说 为什么我的先生就这么难呢 为什么我的妻子就这么难呢 这不公平 当我们内心产生这样一个念头的时候 这代表是你在信靠自己 这是表面上看起来只是一个耐心的问题 但是在背后却代表了 你到底是信靠神 还是信靠自己 意思是说 当你的孩子有问题的时候 你相信神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 相信神的美意 在这些看起来 人看起来不好的事情上 神都有他最美好的旨意 我们常常是 在一个 所谓的人之常情之下 来信靠自己 但是你只去去想 其实这是我们信不过神的一个表现 所以怎么办 所以我们的价值观要改 我们价值观分成传统的价值观 跟现在要有的价值观 传统的价值观里面我们说什么 我们说一分跟宁一分收获 对吧 我们也说少壮不努力 老大涂商杯 这里面的潜台词是什么呢 潜台词就是说 少壮落努力 老大不伤悲 就是把我们自己放进去了 古词里面意思是说 我们都要信靠自己 我们忘记了在神面前 应当要谦卑 这是传统 靠自己 我们在没有信主以前 就这个观念 信主了以后 常常仍然是带有这个观念 好像我们信靠神是不够的 还要再加上自己的本事 而我们一个真正能够信靠神的人 在困难的时候 我们要下决心 要信靠神的智慧 要相信信靠神会带来 给我们内心里面真正的平安 也带给我们宽恕别人的人力 我们信靠自己呢 是相反 你让自己现在最终 而且呢 我们不平安 身体出问题 这是一个价值观的问题 在这个背后 就是你到底是信靠神 还是信靠自己 好 我们讲了这么多 忍耐的重要性 那么怎么样去增加忍耐呢 保罗在罗马书里面说 患难生忍耐 很多人都会讲这句话 在罗马书里面 患难会自动生忍耐吗 不见得 所以我们来看看 诗篇第77篇这么说 诗篇第77篇的第 我从第七节念到第十一节 难道主要永远丢弃我 不再失恶吗 难道他的慈爱永远 穷尽他的应许 事事废弃吗 难道神忘记开恩 因发怒就止住他的慈悲吗 我便说 这是我的懦弱 但我要追念至高者 显出右手之年代 我要提说 耶和华所行的 我要纪念你古时的骑士 弟兄姐妹们 诗篇第77篇 不是一首很有名的诗篇 但是在这个忍耐的事情上面 他给我们很好的证客 在第一节到第九节 他讲的都是反面的 但是到了第十节 他突然转过来了 他说 但我要追念至高者 显出右手之年代 就是你要去思想神的恩典 右手代表人力 代表神的人力 你要常常去追念 常常去思想 你这样才能够增加你的信心 我们看耶稣的例子 耶稣 他的忍耐 是我们最好的榜样 我们看到 当耶稣被卖的那一页 他被抓了 他受鞭打 所有的黑暗势力 倾倒在他身上 耶稣在上十字架的时候 他连一寸都没有退让 我们讲的这个忍耐 跟约伯的忍耐是一样的 坚守不退的 他为我们选择了上十字架 为什么呢 因为耶稣知道 如果黑暗阴间的势力胜过他 我们跟随他人 就会大大的失败 他是坚守不退 所以弟兄姐妹们 我们在困难当中 我们要抱有一个正确的想法 就是虽然我们所遭遇的困难 仍然继续存在 但是我们要靠祷告跟默想 来走过这一切的难处 祷告跟默想 我们要想什么呢 要不断地思想 神十字架的真理 不断地思想 耶稣为什么定在十字架上 直到我们能够忍耐维持 当我们觉得自己忍耐不下去的时候 你就去想想 耶稣所遭受的痛苦 比我们大得多 所遭受的挑战 比我们大得多 我们的挑战 跟他比起来 实在是微不足道 耶稣为我们定在十字架上 那么我们就能够想通了 我们就能够忍耐 好 那么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怎么去增强忍耐呢 就要依靠圣灵的帮助 我们再回来看 我们要思想 这个耶稣的忍耐 十字架的真理 第二个 要依靠圣灵的帮助 在加拉太书第三章第五节说 那是给你们圣灵 又在你们中间行义能的 是因你们行律法呢 是因你们听信福音呢 保罗特别讲 在你们中间行义能的 他讲的是圣灵的工作 这个义能在当时是包括 医病赶鬼甚至说方言 但是更重要的是 生命改变的神迹 在书籍教会的时候 看到很多人因为信了耶稣 生命有改变 在今天仍然是如此 那么这个义能不是只有 医病赶鬼说方言 也包括生命改变的神迹 那么这生命改变的神迹是什么呢 简单的说就是圣灵所结的国 人爱喜乐和平 忍耐恩慈良善信使温柔劫志 它是一个国之 但是有九个东西 这里面有忍耐 不单单是忍耐 大家看看 忍耐 和平 恩慈 这些都是跟忍耐相关的 怎么能够有这些呢 怎么能够结出这些果子呢 就是要依靠圣灵的帮助 所以他在说 你为什么能够有这样这个生命的改变呢 是因为你是寻的一些律法规条吗 不是的 是因为你们听信了福音的 所谓听信福音就是你相信你所听的福音 什么是福音 就是你要信靠神 我们是有盼望的人 圣灵在我们心中帮助我们 我们不需要再靠自己 过去靠自己的日子已经过了 从今往后 我们要来靠信靠神 这样子我们就会有生命改变的神迹 这样子我们就能够真正的增加 圣灵所结的果子当中的忍耐的这个特性 最后弟兄姐妹们 我用信靈子的一首诗来跟大家分享 信靈子是在台湾已经过世的一位基督徒的一个女的作家 她小的时候就得到类风湿性的一个关节炎 所以她就不良语行 必须要用轮椅 她只有小学毕业的程度 但是所写的文章感动了很多人 激励了很多人 她的这首诗 宽恕的功课被天音诗歌改写为宽恕 我把宽恕这个诗歌念给大家听 她说 主啊我做不到 他们得罪亏欠我 要我原谅 我做不到 主啊 我做不到 他们不断伤害我 要我忘掉 我做不到 信靈子因为她的不良语行 所以遭受到很多的困难 遭受到很多的打击 甚至她要去选举 也不让她选 因为她学历不够 很多的伤害 那么接下来她说 但是我忘了 主啊 我也曾 如此对你 背弃你 否认你 远离你 你都依然爱我 没有把我离弃 没有把我离弃 弟兄姐妹们 这也是我的经历 我曾经 对人失望 但是我当我去回去祷告的时候 神就给我一句话 你对我又是如何 所以我就恍然打我 弟兄姐妹们 信靈子说 主啊 我愿意宽恕那伤害我的人 不怨恨 不计算 不追讨 主啊 我愿意因你先宽恕我 因你先宽恕我 弟兄姐妹们 因为神先宽恕了我们 所以我们才能够去宽恕别人 所以我们才能够忍耐 我们的忍耐不是白白得来的 而是因为我们信靠神 我们能够宽恕别人 这是一个忍耐的结果 但是忍耐的功课 乃是从依靠神 依靠圣灵而得来的 我们在这个疫情这么长的一段时间下来 我们学到了什么功课吗 我们学到了要忍耐 因为我们在疫情当中 我们很多很多的事情 没有办法再像过去按照我们计划去做 很多人因为不能按照计划去做 就有丧失的耐心 但是神要我们学习 很多的事情不是我们说了算 神掌管一切的 我们如果没有学到这个功课 那么我们的苦难就是白白的受了 弟兄姐妹们我们一起来祷告 爱我们天父我们感谢你 让我们从疫情当中学到一个忍耐的功课 从苦难当中学到一个忍耐的功课 知道神掌权 知道我们不能再完全的依靠自己 我们必须要完全的依靠神 因为神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 在难处的时候 我们要来到你面前 要来默想 主定在十字架上 对我们到底是什么意思 以至于我们能够走出难处的挟制 以至于我们能够重新来走一个 符合神心意的道路 我们将是祷告不配 乃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